大家好,我是阿斌 当我们维修长去罩的时候 发现上面的罩头,火盖,生锈拆不下来该怎么办呢? 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 比如像这两个罩 这边啊,生锈的比较严重 所以这个罩头,火盖特别紧 这边其实有两个 一个中间的小圈 一个外圈 大圈 其实像中间的这个小圈拆下来还是比较容易的 我们只需要一把管嘴圈就行了 比如现在这个小圈,内圈 你们看 特别紧,看到吗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我们用一把管嘴圈 然后这样给它卡上去 然后我们上下摇一摇 好了,你们看 这小圈就拿下来了 我们这下摇干嘴圈 四周都给它撬一撬 这样啊,就可以轻松的撤下来 你们看这四周刺激的比较严重 其实小罩头最主要的 是拆开这个外圈 外圈是最难拆的 你们看,这个外圈 现在也比较紧 拿不动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小罩头放上去 然后给它点火 好 火点到那过后 大概烧个三四分钟,五分钟左右 然后我们再来拆 等于说,现在我们给这个燃机灶 外圈 给它加热 等于说,是一个热胀冷出的原理 当这边加热了过后 里面就容易膨胀 然后我们拆起来 就成难度了 好,时间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关掉 然后我们准备两把螺丝刀 一边 给它开一个 然后我们直接给它往上撬 你们看 现在就已经拆下来了 看到吧 这泡面 全部都是臭剂 看到吧 但是有的人就说了 我这燃气到点不着火 没办法加热怎么办呢 这个也要分辨好几种情况 第一个情况就是说 打不着火 那我们就可以用打火机来辅助它 帮它点燃 然后就可以其次的燃烧了 对吧 第二个情况就是说打着火 受伤就灭 那我们就 把这个开关 暗中不放 然后都等一会儿 等个几分钟 然后我们再来拆切 第三个情况就是说 没有燃气出来 打火机也点不着 那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 用那种火炬 焊枪 来辅助 给它加热 像我们狗威修的一般的家里都有啊 好了 今天的展示灶火盖灶头 锈死拆卸方法就非常到这里了 觉得有用的朋友 记得帮忙转发点赞 再见